碳费审议会昨天拍板,一般费率为每公顿300元。 企业如果提出自主减量计划,达到指定的消减率,就可以享有50元和100元两种优惠方案。 预计明年5月底前试申报,后年会正式收费。 接着来看我们的报道。 有可能会是今年最后一次召开的第六次碳费审议会,环境部魄力开放媒体,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进入拍摄画面,审议委员出席率高,从上午九点半一路开到快下午一点半,近四小时讨论最后决议,碳费一般费率每顿300元,优惠费率A跟B分别为50跟100元。 国内需缴交碳费共500厂,排放量占全国54%,若想想优惠费率,就要提自主减量计划,并达成指定削减率, 以年排放超过1000万吨的企业来算,若不减碳,每吨收300元,要缴近30亿元,但若可达最严格的行业别指定削减率,可用优惠费率A50元计价,再乘上高泄漏行业排放量调整系数0.2,费率剩10元,只需缴1亿元。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点,是说你要拿到优惠费率,你一定要付出减量的成本,也是应该要纳入这个所谓费率的一个价格水准来做考虑。 不过环境部预估提自主减量的厂,多数会落在每吨100元的优惠费率B,推估到2030年将可减少14%的排放量,115年碳费基金规模约60亿元,但学者仍表遗憾,直指规模比空屋基金的70亿还小。 经济部也表遗憾,却是认为费率太高,经济部虽派员参聚,但并未接受采访,事后以文字指出,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对一般产业来说短期难以达标,而优惠费率B,每吨100元,也明显比日韩更高,对部分企业会造成财务冲击。 记者林姐妹朋友组台北报导